Hello YouTube 我是李Sir 好 這條題目就是書的例子6 可以幫到大家做4B的第7條 這條題目跟之前我們覺得的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今次Sup的數字 就不只是數字那麼簡單 還要有些代數在那怎麼做呢 由於有代數所以你知道 答案就絕對不是一個數字那麼簡單 那怎麼做呢 我們先用一些概念 如果題目是F3的時候我們會怎麼做呢 3括弧2次加4括弧3 是不是這樣 但現在多了一個A 那怎麼做呢 就是照做F3A 怎麼做呢 就是3照代 多了一個A就照3A 然後2次 即是說X照變成括弧裡面的東西 即是變成X就是變成3A OK 那就加4乘2 X變成3A 就是這樣 明白嗎 即是代3下去 現在代3A下去 那怎麼做 就像平時拆括弧一樣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9A二次 再加12A 那現在 那 阿Sir剛才我說 沒有可能計到答案出來 你不要當這邊是0 然後計算 不用的 這條題目就只叫你想你計到一條這樣的顏色 就是這麼簡單 就可以是答案了 不需要去計一個A是多少 不是 它不是想我們計A 它不是叫我們Find the values of A OK 所以計到這個答案就可以了 不要自己再多計一些 好了 等等 等等 好了 然後Fx加2 好 這次複雜一點 如果我Fx就是自己 那加2是怎樣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Fx加2就是F Fx是x2次加4x 那就加2 是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不是最後加2就算 因為這個加2 是在一個括弧裡面加2 就是說 這個是一樣東西要代到x 代到x 代到x 就是說 我們會這樣寫 括弧二次 裡面 x就放x加2 好像剛才這樣 3A就放3A 4 x就放x加2 好 那就是x 沒有問題的 它既然是這樣寫 你就代回x下去就可以了 明白嗎 就是說 這個就好像x2次這樣 這個就好像x一樣 照代回x加2下去 就是這麼簡單 那這個拆括弧 要simplify拆括弧 那你小心點 你不要 即是要用什麼 要用 要用 它 用回 這個概念 逐個逐個成 又或者 用回 A加B的2次 行不等於什麼 A2次加2AB加B2次 你可以用這個式 要用這個式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錯 一定錯 知道嗎 OK 那就要留意地方 所以這裡乘開 x2次加2 乘2次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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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2次加8 乘2次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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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2次加2